哈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这一期维多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我最害怕,最讨厌别人挑我错 直到有一天我改变了想法,改变了什么想法 但是我不再害怕别人挑我错 其实我还是有点怕,但是比原来要好很多了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关于犯错这件事情 你看,我现在在九寨沟的室外,可能说着说着我的嘴和脸就冻僵了 然后希望你们来发一些爱心帮我暖暖脸 那这一期视频源自于我和我妈的一次争吵 在徐州的时候,我们出来散心 然后她看我心情非常好的时候就跟我说 我觉得你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还可以做得好一点 你还可以这样做那样做 然后当时呢,我那个情绪就爆炸 失控开始飙 就是 就是好不容易 我觉得我已经当时做得挺好的了 我已经对自己挺满意的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妈跟我说 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做得更好 然后我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你都看不到吗 就是你还是只能看到我那些不够好的地方 你就不能够肯定我就是夸赞我 或者只是高兴地为我庆祝 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的样子 就是I am the way I am now You know, don't always expect me to be better to be, you know, always achieve more do more, be more You know, just 我就不能歇,就是不能停一会儿 就是 就是安静地待在这里 然后享受我现在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嘛 就当时那个是我的一个主要论点 就 然后我妈就觉得非常难以理解我 因为呢,她平时对待自己也是这种办法 就是她永远觉得自己也是不够好 所以她就希望 嗯,她每次照镜子 或者是在看待自己的时候 她已经做得好地方 她从来都不会说 从来都不会肯定 她就只会去看我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她总是能看到自己的缺点 所以就是 总是在一个不是很开心的状态下面 然后可能我也从这种 模式中复制到我对待自己的这个心态里面 然后我也就是觉得 嗯,就是按下视频 虽然说现在有X数量的粉丝了 但是还可以更多 还可以X加1万 X加5万 X加10万 或者说 呃,这个月已经赚了X X amount的钱了 但是呢,她还可以再加1万 再加2万 再加5万 就是永远都没有一个真正说 现在就可以足够了 就是包括这个体型 包括这个身材 就是,你知道 就是在我这整个 嗯,做自媒体 在开始 开创自己的事业 的过程里面 嗯,其实我觉得最 最最难的一个地方 就是关于灵性 关于这个个人成长 它不像是在我教意大利语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级 比如说 最基础的是A1 然后你最高的是C2 其实它也可以是无上限的 但是它会给你一个非常清晰的 你现在在什么等级 对吧 但是关于这个灵性 关于我们人类 怎么样进步 怎么样幸福 实在是一个太宽广的话题 我也很难去判断 嗯,我有没有帮大家 做到真实的进步和成长 所以 就总是有一种 我做的还不够多 我做的还不够好 我做的还不够的感觉 就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界定我这个工作 做的好不好 你知道吗 直到有一天 就是我跟我自己说 其实 没有一个什么权威人物 或者是一个等级 哪一天能够突然跳出来 跟你说 你现在做的很好了 或者你现在哪里 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地方 就是这个声音 唯一能够让我感觉到安心 感觉到真正说可靠了 这个就够了 可以拍板的声音 其实就是我自己说 我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感到快乐了吗 我在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是不是抱着一个真诚的 想要分享一种主意 一个可以改善大家生活的主意 就这么简单的初衷 其实就叫好了 就是做我自己就叫好了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灵性成长 很重要的标志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静下心来去由忠地欣赏自己每一个天赋 就是这个我可能也想再做一个视频讲一讲 就是我们在社会上面定义的大家的优点和天赋 其实都是很片面 很superficial 那么真正的那些比如说我们的善良 我们给人的感染力 你的一个微笑的力量 这些东西很少有人被提及 对吧 但是他们却是我们想到一个人的时候经常想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以后的话题 所以回到这个来 你有没有觉得你也很害怕或者很讨厌别人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 我第一次发现我这样是在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男朋友跟我说 为什么我一提出来你的什么东西你就要跳脚 你就反应这么激烈 然后以后再也不敢跟你说了 我就去思考背后的原因 大家也带着我的这个想法去思考你自己 那我之前说过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坑 都有洞 都有伤 那么这里对应的这个坑 就是可能曾经有人特别不满意 或者曾经特别挑剔我的表现 所以在那里受了伤以后 我给自己设定的这个伤的保护层 就开始出现了 就大家这里要有一个新的 就是神经回路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经验 有一些是带有创伤的 而这个创伤在对你造成了 就是说影响了以后 它就好像是在你这里 拉了一个口子 然后这个口子 如果说我们不会愈合它 那它就一直喝在这里 你只要一戳到就会痛 一戳到就会痛 就很难受 对吧 就好像是别人说了你的缺点 然后你就很不爽 就那种不爽 就是它是 不是那一件事情的不爽 而是过去很多次经历造成的痛苦 在那一瞬间完全 多曾被激活 然后我们觉得非常难过 对一个需要被愈合的伤口 但是 其实这个心理上面的伤 我们在过往的这些年当中 是不太怎么被提及的 就是疗愈这个话题 也是近年来才变得更加流行的 对吧 就在我小时候 哪里知道什么疗愈 什么玩意儿 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伤 那我们不会疗愈它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就会围绕着这个伤 产生一个保护层 就好像是这有一个伤 然后我在这里给它套一个 比如说玻璃碗 那么你们谁也碰不到我的这个玻璃 那么你也就伤不到我 那么随着我们身上 不同的伤越来越多 我们就会在这个伤 不同的伤的外面 设置各种各样的保护层 就谁也不可以碰到我 所以 那我的保护层在这里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会尽我所能的 我会对我自己特别特别的严厉 我会 就是努力的挑剔我自己 努力的做好 这样你们谁也不能说我不好 这个是我的玻璃碗 但是 就我现在有一点情绪 就是因为我突然把这个话说出来以后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心里的小孩 好像有一点太狠心了 所以每一个人的玻璃碗都是自己的 你当时进了你最大努力 觉得这个是最有效的保护机制 但是你们想一想 你的保护机制能干得过世界吗 你的保护机制能干得过 每一天生活的展开 给你就是发送的不同的情景 如果说我们只是简简单单的 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玻璃罩子 就可以和这个世界隔绝了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不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互动 更多的连接 更多的体验 更多的成长 蜕变 提升 所以 我的碗并不可以完完全全 帮我避免这个伤痛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一旦说我有一个伤 我建立了一个玻璃碗 但是还是有人可以砸碎这个碗 又一次戳到我的心 我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个视频只是在讲这一种伤痛 就是被别人指出错 被别人批评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接着讲 怎么样去让这个伤口开始愈合 怎么样不需要再带着这个碗去生活 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伤了 所以这个就要回到伤痛开始的时候 就当时他为什么会伤到我呢 可能是一个并不爱自己的人 他并不会爱自己 所以当他看到一件事情做得不好 或者出错了的时候 他就会很紧张 会很情绪化的 不去看这个事情本身怎么样去提升 而是去变本加厉的惩罚 做出那件事情的人 他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人身攻击 而不是去看这个事情本身 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 自我批评的时候 画过一个图 就是中间这个核心是你 你这个人 然后一个大大的圈 是你可能会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是去看这个大圈里面的东西 而不是这个核心本身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是在错误中不断地成长 对吧 但是如果说我们小的时候 不知道这些 我们只会跟着身边的人的表现 去对自己做出评估 所以我就很 把错误和不够好 等同于我不够好 朋友们 这个就是这个视频的核心 就是你做错事情 你做的不够好 不 不等于你不够好 只是等于你在这件事情上 还有成长和提升的空间 只是有东西你还不知道 是有东西你还不知道 不是说有些地方 你这个人一辈子都做不了 就这个话啊 就是属于那种 我要把你的脑壳给你敲开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 就是真的让你意识到犯错 没事 就是犯错 没事 就是你可以做的不好 没事的 就是这个话呢 在公司和职场里面的不同领导风格里面 你们也可以看出来 那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总结过 他的欧美来的领导 和中国式的领导 会有一些什么区别 个人经验啊 你们自己来体会一下 那比如说像小明的这种德国人 他不会在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 或者你怎么怎么样 他就会说 baby 今天又没有 比如说倒垃圾 或者今天又没有随手亲 或者今天怎么怎么样 就他只会说这件事情 然后呢 我去做这个事情 他从来不会把它上升到 我这个人的品格 我这个人的 就是 you know 根本上有什么裂根 他从来不会这样说 所以他在对待他的下属的时候 也是会说这个事情 然后被说的人也很明白 就是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就行了 就是我的领导还是肯定我的 就是更上升一层 就是他还是爱我的 就他还是肯定我认可我 他没有觉得我这个人有什么 你知道 但是呢 有一些领导 包括我自己经历过的公司的领导 他们会上升到 我这个人是stupid 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就是一件事情 你其实作为一个领导 可以告诉我 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对吧 可能我那一天 本来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就不好 那我做这件事情可能就不能带着百分之一百的精力和专注去做 就我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就不是说一个尖利的 严苛的 啊你这个 你怎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 我和这个领导之间 会有很多很多的隔阂 会有很多的不满 那你想一想 我又能有多么大的激情和动力去做他给我安排的事情 就这个leadership 你能说白了 如果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对自己是很宽容 是很包容的 那么就会有很好的领导 就会有很好的父母 就会有很好的老师 会有很好的服务人员 因为大家心里就不会活得那么紧张 就不是说 哎呀我要照一个十米厚的大玻璃罩子 今天可千万不能犯什么错 就是你越是害怕犯错 你就越是不敢做 越是做得少 那么产能就越低 效率就越低 导致这个公司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花费了我那天晚上和我妈很长时间的争吵 很多的眼泪 很多的尖叫 然后我的脑子终于允许一个新的想法进来 就是我欢迎大家给我指措 就是我欢迎大家给我指措 我再说一遍 就是我欢迎大家给我指措 因为这样代表我又可以进步了 因为这样代表我又可以进步了 我真的欢迎大家给我指措吗 怎么样可以欢迎大家真的来给我指措呢 就是当我完完全全的把这件事情和我自己分开 我说白了 我说白了只是做这个行为的操作者 就包括说我在批评自己或者别人在批评我 我感受到这种想法的时候 我也只不过就是这些想法的观察者 就事实上无论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 它也不会影响到我这个人的存在 就当大家明白你只不过就是坐在你大脑后方的一个observer 你只是一个观察者 你只是坐在汽车的后座 看着你的脑子 你的身体去和这个世界发出互动 这样你就给你的思维添加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好像是什么呢 你现在在看我的视频对吧 然后你看我这里有一个毛衣 有一个这个外套 还有一个可爱的维多 但是现在要问你的就是 你是你看到的这些东西里的哪一个 你是我的话筒吗 你是我的毛衣吗 你是吗 你可能会觉得维多是不是有点脑子磨正了 就说什么玩意儿 对吧 你在观察我 包括你看一下你整个房间的这些装饰 你不会把你自己联系成 你是墙你是床你是拖鞋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个是我从今天开始 会和大家多讲的一个思想 就是你是你坐在汽车后面的 那个观察者的这个想法 去看待生活当中的一切 也是我从清醒的活和称呼实验的作者 Michael Singer那里学到的 可以说是灵性成长最宝贵的内容之一 就这些东西你都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 你就去观察这件事情 可以怎么做的更好 用你的大脑的逻辑推理能力把这事情做好 而不是用他的逻辑推理能力把你自己损的批评的 诋毁的体无完肤 所以当别人的批评进来的时候 我们真正要去反思的 我们真正要去反思的不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而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如果说他给你挑的错 在你心里真的纯纯的就是一个 哎呀真你妈的太好了 我怎么没发现呢 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可以做得这么好 那么你就可以把你自己从之前的那种思想当中解放出来 就跟大家说我真正的感觉当我看到一个信息 你们知道微信的那个 嗯 首页 是部分显示信息 有的时候我会看到那个部分显示的信息 比如说维多我有一个小建议什么的 然后在我点开那个完整对话框之前 我的心有的时候就会跳一下 就是我又哪里没有做好 我又哪里没有做到 那种恐惧 那种潜藏的 可能会来的谴责 担心 后怕的感觉就又会出来 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不去看那个信息 我就去看一下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人家说的事情可能就是 下次能不能做一下这个话题 或者说 嗯这个视频的声音有点小了 就是没有人 会再像 我自己那样 或者是当年对待我的人那样 去挑剔我的品格 去挑剔我这个人的存在 所以当我意识到 我还是会害怕 我还是会担心的时候 我会作为一个观察者 对我自己突然多了 就是现在跟你们说的时候 多了很多很多的同情 多了很多很多的compassion 很多 sympathy 这是 what she must have been through you know I've got to love her more I've got to understand her more I need to prove of her more I love her and I want and I want her to know that that I care that I understand that it's okay you know it's not about you it's just about the thing 今天这个视频录完 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新的成长的milestone 一个里程碑 立在这里 把我的伤口 给它用魔法一样的能量 预合好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玻璃碗 给它砸碎 然后撒在这个里程碑的边上 就是我们 不用总是带着 一个保护罩去生活 不用带着一个保护罩去生活 我们本身 可以放心的 安全的 柔软的 和生活直接产生互动 看着生活每一天 自己展开 一针一针 好像视频画面一样 带我们经历生活的变迁 我们只需要用当下的自己 跟它去互动 Let life unfold itself and we are just gonna interact with it we deal with what's happening really outside and we clean up what is inside here and that's the purpose that's the purpose of spiritual growth so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身体的左边 对应的是我们的女性 阴性能量 我们的右边是阳性 雄性能量 我在一般哭的时候 都是 每一次都是 右眼的眼泪先流下来 才是左眼 就是我的这边的能量 其实是比较堵塞的 但是 刚刚我哭的时候 史无前例的 居然是这个眼泪先流下来了 你们看 就是每一次你放下一个大石头 放下你的emotional blockage this is fucking garbage that you get rid of and then you will find yourself in this beautiful flow everything is fine it's flowing it's good 所以就是 crying is also good for you it can be good for you you know so congratulations if you cried if you let some of your garbage out 如果你也打碎了你的玻璃碗 恭喜你 也请你在这里 打下来一个新的 你的生活当中的 magic mantra 你的魔法咒语 下一次当别人在挑你错的时候 你要说一句什么 简短有力的话 迅速把你拉回来 这个观察者的座椅 然后迅速的去 把这个事情和你自己分开 你可以说 哦 太那么好了 老子又可以进步了 或者 没事的 没事的 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我还是爱你 我爱你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爱你的 试着用你的方式 把这句话写出来 这个就是成长 这个就是在大脑里建立 新的神经回路 所谓的 affirmations positive affirmations 我们为什么需要它 就是在这种关键的 又要打碎你的玻璃碗 触动到你的伤痛的时候 你可以及时的注意到 哦 我不需要这个保护 我的伤口一天一天都在愈合 I can heal myself 就像路易斯还说的 You can heal yourself and I can heal myself 想象一下你的 可以用你哪一只手都可以 去感觉一下你的手掌里 好像有那种光 在一点一点的生气变大 然后想象着你这个伤痛 可能会在身体的哪里 然后你放在这里 让它愈合 他说没事的 一切都好 我会保护你的 我会保护你的 想象那个伤口 真的一点一点愈合 就好像是电影里 可以拥有魔法般 快速愈合的超人类 一个完整的 开放的 流动的 扩张的心脏 强大的跳动着 不需要什么破玻璃碗 不需要什么保护机制 你意识到生活一直是爱你的 那么这个视频就做到了 他的使命 OK 那今天就带着礼包 我和你们下一期见 你也给我发一个摸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